說實話,大家知不知道今年的香港潑水節是什麼時候呢? Sawarika, 捧赤米卡拉卡 相信大家去到泰國,其中有一個必買的就是芒果乾 最近在Facebook Group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款芒果乾 到底這兩款芒果乾有什麼特別呢? 今天就馬上跟大家去試試 這包芒果乾, 看它的包裝就知道了 它應該是加入了蜂蜜味道的芒果乾 它厲害的一件事, 這裡寫著它是台灣 它是泰國第一的蜂蜜芒果乾 打開之後, 裡面是獨立包裝的芒果乾 它一共有的一包, 有一包, 兩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七包 現在馬上開一包來試試 除了聞到我們平常吃的芒果乾的味道 其實你也會聞到有一點蜜糖的香味 還有它芒果乾的質感 其實很明顯是圓塊的芒果乾 你吃的芒果乾應該大概是這一半左右 還有相對地表面會多一點點糖 還有會硬一點點 這個相對地拿上手, 表面沒有任何糖 感覺上比較軟一點, 濕一點點的感覺 雖然這個芒果乾吃起來有點硬 但其實吃起來的味道 感覺上是一點都不人工 你真的好像在吃芒果的味道 那麼天然 而且它真的吃起來有一點蜜糖的味道 整體來說這個芒果乾真的不甜 真的比較適合不喜歡吃甜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蠻值得推薦的芒果乾 接下來就跟大家吃這一包的芒果乾了 我相信大家去泰國的朋友來說 對於這一包芒果乾一點都不是新的 相信大家總會有買過這個芒果乾 也是我最期待的芒果乾 同樣開了之後, 裡面都是獨立包裝 我們現在數一下有多少包 有一包, 兩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這個是比剛才少了一包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芒果乾是我最期待的芒果乾呢 就是因為很多很多朋友都說 這個芒果乾可以吃芒果糯米飯的味道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吃芒果糯米飯呢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裡面就是這樣的 首先你會聞到一個很香的椰汁的味道 我想應該是白色這個好吃的椰汁 然後就是芒果 上面還有一些像花生碎的物體 這個是很棒的 我應該從尾部吃還是從頭開始吃呢 我從白色這裡開始吃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可能我不夠牙力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芒果乾還是有點韌韌的 但確實吃下去的味道和質感上 你會覺得有點像吃芒果糯米飯的味道 而且它的椰汁黏著在芒果乾上面的質感 感覺上是有點像吃白朱古力的狀態 而且椰汁的份量應該都非常多 因為椰汁的味道很厚 加上上面有些花生碎 所以吃起來感覺有點脆脆的 其實都蠻符合到吃芒果糯米飯的感覺 確實這個芒果乾真的蠻有驚喜的 這次就沒有二選一這個環節 因為如果我去到泰國看到這兩款芒果乾的話 我都會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它裡面是獨立包裝 加上如果你是買芒果乾做手信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蠻便宜的手信之一 而且它是獨立包裝 每個人都可以試到 所以這兩包我都會買的 確實如果說特別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特別的 吃芒果乾又可以吃到椰汁的味道 我覺得這樣的配搭是蠻特別的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也有吃過這兩款芒果乾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款好吃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在下面給大家看 還有如果還想看到更多更新的泰國零食 記得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追蹤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今年香港潑水節 在4月12日到17日 1年6日 在荔枝角D2Place舉行 今年繼續有傳統泰國文化表演之外 當然還有萬眾期待的 古色巡遊和街頭水線 還有很受歡迎的窄道窄式的市集 繼續都是吃喝玩樂 樣樣齊 約定大家潑水節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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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差不多 Bold nacional 感谢观看